一直临摹的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原创 其实不是路太长 而是你太急于一步就到达终点了 如果在中间设置几站呢 把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 比如这张是我教大家画过的植物 你先别要求自己完全画一张新图 就让自己只干一件事 第一站我们只换笔刷 换个更有机理感的 其他不变还是临摹 就成这个样子 第二站只改配色 在机理感的基础上 我把所有绿色都改成蓝色 第三站只改造型 其他不变 就把原来陆地叶子改成海里水草 到现在临摹的痕迹越来越少 最后一站改装饰和边框 原来只是小圆点 我可以改成小气泡 外框圆形扁鱼缸 再来看这条线的屎和钟 是不是很清晰的思路 就从临摹到了原创 所以原创不难 只是咱们脑子乱 把大问题拆分 清晰的逻辑一步步实现